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JJ休斯顿房屏 今天我们不看房子来看一下我家的重厨厨房是怎么改造的 现在呢,师傅已经到了 我们先看一下我家的重厨厨房现在是什么样子呢 现在这是重厨厨房 可以可以,我现在就是要把这个炉灶拿走 然后把这个放进去 然后下面做成一个抽屉 下门就行,门吧,门吧,门吧,什么都行 因为我要把我那个方态的炉灶摆上 就把它弄上,然后把这个大理石换掉 然后这个sink可以留着吗 会密封不好吗 就是那天安安的时候 Peter告诉我这个sink可能会密封不好 会有这种问题吗 我问你有这个sink吗,不要直接过去还是什么 不,不,不,当然要,当然要,必须要这个,要不从房没水,怎么行 就这个sink可以,那就做个sink,可以,不就要业了 OK,好 那电汉还有业了 OK,好,行 那您开工吧 那我这先把你开一轮 好嘞 我先来说一下为什么我要把那个美国我们这个建商给的这个炉灶 还有抽烟机都把它换掉 是因为抽烟机是真的没法用 然后在那个炉灶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是为什么 就是我们平常在美国所有的炉灶都是那种外圈有火的炉灶 像我们现在看到我现在,我的是,就是说开放式厨房的炉灶是这样子的 这个炉灶已经是非常好的一种炉灶了 它的马力也非常大 大概是2000的 但是它单位我不是特别清楚 但是它这个火只有外圈有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什么意思 你看,我现在把它打开了 你看我现在把它打开了 只有外圈有火,内圈是没有火的 所以如果你爆炒炒菜的时候 虽然它的火很大 但是整个锅的中心位置是不太热的 最热的是锅的边缘 这样就不有利于爆炒 我现在把它关掉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灶 啊,开错 你看,火很大 中间没火 只有两边有火 所以这种就不适合于中国人做的爆炒 你煎炸烹炒问题都不大 就是这个爆炒可能它不行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非要把中式厨房 把它换成一个这个中国的这种炉灶的原因 然后我现在呢 改造我的这个中式厨房 我要把大理石台面换掉 因为现在这个大理石台面是建商给我的大理石台面 这个大理石台面是比较便宜的那一种 我也没有在家前去换这个大理石台面 因为我当时就知道我需要把我这个炉灶换掉 换掉炉灶的话就必须要 这个做一个厨子 那这样子的话 我需这个厨子上面放上我的中式炉灶 待会我会把放好的那个视频摆过来 你就理解我的意思了 中式炉灶旁边还有一些缝隙需要有大理石 那这种情况下我必须把大理石台面换掉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在建商这换大理石台面的原因了 还有就是我做的这个中式厨房是建商给我加的中式厨房 这个中式厨房我只加了9000多道就做出来了 别看就是好像很简单就一个房间开了个窗户一样 但是只要你加这个房间你就要加排水 然后加这个进化水系统 还要加抽风系统 还要加电加气 所以其实工程量很大的 如果您不在建商那建中式厨房 而自己建的话 其实还是9000块钱肯定建不起来 就是要更贵的价格才能建起来 所以这个建商给了我9000块钱的报价 我当时一听我就觉得哇太便宜了 一定得建一定得建 整个这个小区这个建商建中式厨房 我们家是第一个 因为他们很少有人要求他们去建这个中式厨房 通常情况下老美如果建中式厨房 它也不是叫中式厨房 如果在老美这边建中式厨房的话 他们也不叫中式厨房 他们就要备餐间或者叫调料间 所以这个中式厨房建设是非常非常值得的 你看我这个厨房 它给我开了窗户 然后这边有这个所有的需要用的一套 然后旁边还给我做了一个厨子 所以整个的这种感觉真的是挺好的 很完整 你在这儿爆炒干嘛了都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给我开了这个烟道 也给我开了 好待会儿师傅就要开始工作了 很期待我变化成完整的爆炒的厨房的感觉 现在过来看一下 这就是广角镜头拍的 我们完整的中式厨房的样子 现在已经把这个炉灶给拿出来了 看这个炉灶后面是什么东西 炉灶后面就是一个插电的电源 还有一个接天然气的管子 就是很简单其实 然后我这个上面是给我放了一个微波炉 微波炉下面是一个抽烟机 但这种抽烟机几乎就是跟没有一样 所以我是肯定要拆下来的 然后上面 看这是烟道 都留好了 所有东都留好了 所以这个中式厨房 本身沾的很实用 好了 待会儿就要看一下它做完的样子 好了 这就是我这个房子弄好了之后的样子 你看 方态的抽烟机 下面是方态的炉灶 这种中式的炉灶 就是外圈一圈火 内圈一圈火 就很旺 我先试试 就一直很旺的这种火 很急 内圈火 外圈火 它这个火就旺很多 适合爆炒 中间这个 这个应该是煲汤的一个火 所以这个火温一点 小一点 再看看 试一下这抽烟机 其实我没有一个参照物 好像看不出它的吸力 但吸力应该很不错吧 在这个中式厨房的旁边设计了一个窗户 这窗户可以打开 然后就会跑油烟 然后这个地方呢 到时候还要放一个冰箱 这就完成了 桌中说一下 我选的这块大理石 这个大理石是一种石鹰的材料 就是现在就是单价最贵的那种 因为这种是人造的大理石 它是很耐磨的 人造大理石比这个天然大理石还贵 至于为什么 可能是成本问题吧 我不是特别清楚 好了 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看的 中式厨房的改造 如果您有什么问题 或者对休息的地产感兴趣 可以随时加我微信 关注我微博联系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